剛剛有講到希望可以早日來解封 我住印度代表處有兩名的確診外交官 在昨天晚間他們搭乘了醫療專機返台了 而5月1號有一名陽性的台籍幹部 在印度的古爾綱醫院不治身亡 外交單位從5月3號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們已經 好像你看到在印度的部分 我們已經求出到了法國 那另外呢 是不是由土耳其這邊 醫療專機來經過 再來中途到了越南來加油 會在5月8號就是在昨天的6點20分的時候 已經抵達到了桃園機場了 那醫療專機安排從印度到法國 多位的外交官員都有出力來協調 原本安排的專機飛到第一個中繼站 就被要求要折返了 我住印度外館的人員 雖然洽詢了投保的法國保險公司 但是溝通並不順暢 隨即就求助到了我住法國代表處來協助 終於終於在5月7號的專機從法國起飛 經過我們剛講到土耳其飛到了印度 在接到了台籍的重鎮官員之後 期間還在越南停留加油 歷經了6天命懸一線的危機 在昨天這是晚間時間的6點20分 抵達到了桃園機場 而印度疫情下的失控 當地僑胞也都希望返台 昨天來昨天下午已經有41名的印度僑胞 跟著持有我們豬油鎮的應急乘客 搭乘了日本的航班機 抵達台北 桃園機場東北角停機坪 8號下午班機才剛降落 就有防疫人員穿著全套防疫裝備 迎接機上人員如此大陣仗 全都因為這架班機是從印度轉機越南 再飛往台灣的醫療班機 裡頭載著兩名確診的外交官 一人重症一人輕症 下機後直接送往醫院治療 旅客口罩戴緊緊 有的還戴著護目鏡 除了醫療包界 另一架日航班機下午抵達松山機場 76位旅客中有41名印度僑胞 還有三位持居留症的外國級旅客 從印度中轉東京回台 入境後搭上防疫巴士 一同前往桃園集中所 機場人員全副武裝不敢鬆懈 在旅客全身和行李 噴灑大量消毒液 因為其中四人通報近期 有疑似症狀在機場才見 他跟武漢的是不一樣 武漢那時候是包機專機 那這是一般的民航客機 武漢那時候是對外殺是封城的 印度第二波疫情持續惡化 當地僑胞和台商都非常恐慌 後續有多少國人想回來 外交部只能協助安排機位 記者吳俊瑋 劉志展 曹家仁 桃園 台北報導 快速感謝網友抖內 YC6說因為我上台語歌 所以抖內先 那那個這個Pakki H說 按讚希望中天可以早日被解封 路過Liarman說新人主播們接招了 UJ168太不了解我了 他說別嚇新主播 我是要好好的保護我們的新主播 別被大家給嚇到啦 然後呢這個詹仙東就說被解封啦 他很感謝我們這樣子補這個字 沒關係我們都還是很歡迎大家來抖內 因為你來抖內就離我們被解封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嗎 我們要展現民意 小P很感謝我們的導播 剛剛要給我一個echo 也非常感謝他 高麗敏說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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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剛剛真的是普普通通 飄過的咖啡廂的龍伯說 我的回應真的很棒 沒關係我們其實本來就很歡迎大家來抖內 你抖內還跟我互動 我豈不是賺到嗎 所以很感謝大家 好阿斌說支持中天 支持中天的每位主播 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員 非常感謝大家了 然後這個 對我剛剛有感謝了吧 對阿斌 表情跟導播在互動 對阿斌剛剛抖內 我剛剛有看到了 感謝你抖內 然後這個 大家還是包含了金群啊 都跟我媽媽說母親節快樂 很感謝 張龍說建議把小夫送去印度 不行啦 人家現在我們的這個謝代表說 這個日本的疫情太嚴重 他不能動 他不來台灣了 何況還跟你去印度呢 蔡舅說可以唱來去台東嗎 是那個嗎 你來去台東 那個嗎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感謝一下我們的葉先生 葉澄華他說中天新聞的粉絲們 大家母親節快樂 早上看到笑臉迎人的主播播報新聞 讓大家的一天都有好心情 尤其是會說話的眼睛令人難忘 祝福他也有個快樂的母親節 中天的粉絲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我相信我媽媽應該很開心 真的是走網路之後的優勢就是這樣 我媽媽終於可以看到 除了他這張老面孔每天看到的臉以外 以外的人可以祝他母親節快樂了 同時也祝福大家 聊天室裡面的所有網友 都祝你們的媽咪母親節快樂囉 我們要繼續關心的是華航的 這一起群聚感染的案件 現在使出的方法是要來清零計畫 在昨天就執行了首批的唾役裁檢 預估會有54位的機組員來裁檢 報告還沒有出爐 但是關於華航的清零計畫被外界質疑 是不是每次只要出了差錯 你這推新的小民去送死呢 不管支檢是三天或是五天 這風險改善其實都是為乎其為的 而對此醫生李秉穎他就強調了 為了要釐清華航的疫情 這清零計畫是絕對有必要的 而這麼做絕對不是針對華航 桃園華航園區假期一個個採檢棚 八號一早布桃人員全副武裝 幫華航機組員進行首批唾役採檢 華航送訊也有各式車輛出入 清零計畫篩檢第一天 預估將有五十四人受檢 房間都採檢完畢 但結果都還沒出來 華航爆發群聚後 指揮中心針對華航機組員進行清零計畫 部分華航機組員認為 指揮中心沒講求科學防疫 反而一出差錯就催新的小民送死 華航機組員儼然成為防疫祭品 但指揮中心專家小組諮詢委員 李秉穎認為並非針對華航 而是怕其他隱藏感染源風險 才需要清零 華航群聚風暴何時落幕 除了揪出潛在的感染病例 也期待別再出現新的確診者 讓疫情繼續延燒 記者吳俊偉 曹嘉仁 台北報導